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行的人就是怕大家封不清 如果用神通来封别 这个老师是成道者或者不成 很难去辨别的 因为胡经眼关也会有神通 附体的也会有神通 有时候会踏心通 踏地 这些天眼什么都有 天道啊 带蝎啊 这种胡蝎啊 什么都有 天魔 尤其天魔到神通都蛮大的 所以其实不用神通 其实只是怕众生拿这个东西受骗 只是怕众生说 以为这个人用神通就是成道者 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的话 其实成天不神通又怎样呢 还有就是因为众生 你视线这些跟你成道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众生就是羡慕神通 很多人为了求神通而去修道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只是说诸佛菩萨慈悲嘛 不愿意大家 你是在这个神变神通这个幻术里面 因为神变神通它还是个幻术 幻境 所以不要看你舍小求 舍他求小 所以说不愿意 就是后期越传越 把这些东西都说得太重了 众生越执着啥 哪个地方就讲得越咬牙切齿的 好像怕也不能配了 你看神通神辩这些 很多老师没有 其实 我就不 就是说这一点呢 其实默瓦是在 有神通的 有神通老师真的是很少 如果天魔道 天人道都有的 而佛弟子 有正大的老师没有 真的是一堆笑话 你不说不代表你没有 是不是 你要没有 你自己没有 你要否定神通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然后那个老师 一世界神通 你就说他是个魔道 那你也是有问题的 是吧 你可以不用神通 但不代表一个神道者没有神通 是不是 你没有 说明你证量是 报神什么 欺瞒没打开 你没证得 有些连证定你都没入 证定才是神通 就是说 证定的人 可以露出神通 如果你连证定都没入的话 对佛空性之间 你是听来的 说句老师 不识解神通 不代表所有的佛弟子 没有神通 而天魔道说 我就是用神通来度 射受你的 又怎么样 神通人家射受 人家有 是不是 人家有或者不有 因为所有的佛传法 主要是目前 主要是说 要大家射到 并不是说这个重要 那个不重要 不是分别这些 是吧 是有些东西 让大家很喜欢 比如说 盈狱啊 神变啊 神通啊 大家真的是梦寐以求 就是说 有时候很难舍灵 所以在这些方面 就好像越传越 就把它做 弄得 弄得 反而是站在静静在这方面 不平常 就不平常 其实杀到一万九 其实是一样的 这些 就是弄得大家 反而在某个地方 好像特执着 就是特重要 哪件事特重要 哪件事不重要 你始终记得 我们是要承道 破分别些的 而不是去 中间那些事情 我们始细不始细 谁也度众 谁也说 你看法华经 到后期 也有两个菩萨不是 始细成兄弟俩 去度他妈他爸的时候 也始细了神变 法华经里面 最后就严 而且法华经里面 有女子承道啊 始细神通度众 这些都是破小程 这方面执着 法华经是最后的一层教育 而且当年的印度 印度一些大菩萨 带着凡尾来中国 传法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写了神变 都是写神 都给人看病啊 甚至跟中国的八卦 一经经 因为当时中国就是 很多叔叔啊 方术啊 就是传 你印度一个教牌过来 你在中国这样一个 土壤里面要立足 你啥也不懂 啥也不会 你连中国的叔叔 方术都不懂 你怎么可能能够 有信众呢 其实刚开始传法的人 都失线了神通 只是大成经典传下来以后呢 慢慢的 我觉得什么都 正确的去看待他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要特别强调 这个是因为怕大家误解 以为有神通的就是佛 就很容易被天魔道降伏 就很容易走火路 而且尽量不要把神通 随便看成小树 就是说不要太狂热的去怎么样 就是你只想讲清楚 是吧 但是不是 其实真不是说是 世界神变的都是魔道 不世界神变的都是佛 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 好多的理论和执着的观点是后期 通过在传播的过程中 很多人加进来 很多的大物料都游戏必尽空 游戏是什么 神变神通 游戏 它穿越在各个维度 不用神通扎穿越 不用化身扎穿越 肯定启用老神通 只不过他坐在他不能说 放光的就是佛菩萨 你看如果我坐在这儿 我说 我告诉你 头上能放光的肯定是菩萨 不放光的不是 那绝对是错误的贯通 但是我们说释迦牟尼佛的知见 说宗观 说元旗信空 说一切金刚经 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可能为了辅助这个说法 我放光光 或者做什么 如果我能的话 这就不算是实现神秘 这就不算是行 就是他 就像释迦牟尼佛放光 或者是他来辅助大家 对这些教义的理解 或者是去 有时候放光给三教 因为来听他法的人 三教六道都有 他放光 他说我要释迦牟尼佛 很多人很多民族的知识 看到光明 就会来听法 甚至他说不同地方 放得高 架齿里都不同了 那都是神通 法例 假设我当地做一个凡夫 也就在那里 那我可能看见 不一样 嗯 那么其他你说天人 或者修认到阿罗汉自己的人 是的 人家能看到 是的 对人家来说这个光 存在对我来看 有神通的人可能看到 其他别人就是在这听法 没有神通的不知道 但是大成今天就那样记载下 因为基本上人家的弟子都有大菩萨 有大菩萨记录的 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他的阿罗汉都有神 那他没神通 他怎么说今天听讲的有什么 有什么他怎么看见 而且你看 尤其法华就是金钟之王 你看那些 尤其其他 你看那个妙音菩萨 一路四邪神通而过 声势浩大 他是一路在我的神变四邪 一路过来 你看我是释迦牟尼 我来听释迦牟尼法传法 我这么厉害 我还来听释迦牟尼法传法 这一路人看的 你看我厉害吧 带着帝子就是爵手 一路就是浩浩荡道的 一路四邪的神变过来 你看那不为啥 做宝告的 就是说 耶路告诉所有维度的众生 他一看哇 这个的菩萨好厉害 你干嘛去啊 我去听释迦牟尼法 哇释迦牟尼法 可以更厉害 你这不啥 佛做过 就是那样了 有些话可以提 有些话不能提 只是说 有神通有神变的人 不一定是佛弟子 也不一定是能成道者 但是成道者 肯定有些 如果在证得 肯定多少有 多少有 他要能入正定的话 他要证得 他气满身心会转化 那是每个人不一样 多多少少有一些 是圆满不圆满 还有就是他在母义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 比如唐朝的时候 六祖事先了不识之 很多的禅师 就是他不识先神变 就是说 那一刻他是破所有的像 那一个阶段 大家的神通像神变 所有的像 乱七八糟的这些方素啊 蒜瓜啊什么 很多人我们受禅中的影响 那个死是控 所有的打残者都破所有的像 就是说 让大家从仪式层面去破的 那个时候很多死 就绝对不识先 就是方便也法也不用 就统一大家都不识先什么 就是所有的像都要破尽 连佛像如来都要破 因为大家的根气 已经足够从这种各个角度来 已经足够开悟了 那个大家普遍形成的那种共识啊 是那些足够了 如果是佛法刚开始修学的 他还好奇心很多 很多人之间有这种色素 并没有问题 就是你色素 然后给他讲真法 人家还欲人如佛道 心已欲勾现了 是不是 欲望的满足 神通算什么 就是我们把神别看得太重要了 觉得他是个什么 是什么 啥也不是 你要不觉得他神别 觉得他是什么的话 跟拿筷子吃饭那么普通 你不会拿筷子吃饭 你啥时候把拿筷子吃饭 骑到高度了 骑到要不要视线的问题 你今天换个勺子 拿个筷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这件事你是平常性 但神通你就不平常 是吧 你没有平常性才认为 这个神通身边很重要 才把它提到个高度 视线的不是什么 不视线的是什么 你才会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把他看得 跟拿筷子吃饭 一样平常 谁会异录这件事 异录也不异 是吧 对一只猪来说 对一只猫来说 你拿筷子吃饭 绝对是神通 对他永远学不会 他能学会吗 那是他的梦想 有一天我坐在那 带上餐 餐牌 拿筷子吃饭 我觉得漫画里边画的 那是猪的梦想 那成了他的梦想 你想想那个多难学 但我们对佛菩萨的神通 就觉得很神秘 觉得很神秘 然后就说 他视线的不是什么 不是线的是什么 昨天有出家师傅在讲这些 一旦实习这些时候 说什么什么什么 那时释迦师傅没神通 老叔说 如果所有的出家师傅 都有神通坐在那的时候 他一定是对即使教 如果这个人不需要 有神通设手 他绝对不视线 在他临住他也不视线 但是如果他就得拿神通来视线的话 他我觉得不可能 舍弃这个方便 因为一切的视线 都是为了众生成道而视线的 那神通算了什么 神通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方便法 关西医普教师写32相 那不是神变吗 那不是神通 那是什么 你能把普蒙皮给灭了 你能说普蒙皮是错的 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思 释迦摩尼伯一记 当你跟他同时在的 视线神通 那是可以的 但是后面的视线 就好像就是魔忍 不是 说这些话真的都没神通 怕别的有神通的把他的病 抢走吧 举个例子 我这样说我也偏激了 我这样做 因为现在的修学 没正量 没有正量 所以才说这些话 这个见地 以前在书里也有 他明明的看个很多三条方便是 不能那么绝对 看怎么看呢 出现在经典上下文去理解 你不能那么绝对说 视线神通的就是魔 不是佛就是魔 现在大家就这样认为 他不是魔就是佛 就是佛 他不是佛就是魔 这些理解都是太偏激了 都是三条方便嘛 都是为了度众生 最重要的是 其实不用看他视线 最重要的是他的肢戒对不对 这才是重点 你其实你是看他的肢戒的 剩下的都是小数啊 他是些个出家人在家人 他是些个男的女的 他是些个神通随便 他是些个爬在那吃饭 还是站着吃饭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戒敌要对啊 他戒敌不对就误了你 他对承道这条鞋 戒敌啊 慈悲心啊 智慧圆满不圆满 如果这些不够的话 都是小的 都是他的事情 与你无关 他如果让你 他视线神别 让你去真正的信仰佛法 最后了结了空性之灵 那这个人真的是菩萨 如果他视线神别 让你对名利产生了幻想 让你耿耿于怀 对名利最后把你倒下磨刀 那这个人不算是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通 他用一些歪理把你倒下磨刀 也不是什么 更不是什么 说句老实话 他做什么 我们 你根本无法去用你的眼睛 去评价因为承道者 说句老实话 因为承道者 他的所有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已经自在了心 心自在的话 他的形式是千奇百怪的 他想怎么样 真的是他随着自己的因缘失控 他去实现 你根本无法揣度 在我们一个范围的眼睛 怎么去揣度 一个承道者 你根本无法定义他 重点是他能把你倒下哪里 你如果觉得这个老实话 你去听他 一定要听他说什么 至于他怎么做 不要去评价 他没意义 他今天做的啥 明天做的啥 那都不是你的事 你是去蒙法的 你不是去监督看他干啥 他干什么 那是他贪也罢 他实现贪真吃卖也罢 他实现什么 那是他的事 他自有因果 跟你没关系 你是求法 你就听他讲法 他讲的东西 能解决你心中的疑问 能帮你打开执着之间 OK 这个老师还可以 能帮到你就行 破你的执着 所有的老师都是破你的执着的 通过他解决一些佛学的疑问 然后把心中的一些执着破了 那这个老师算善知识 也许你不能从他那得到什么 轻动圆起信控是什么 不能从他那得到 重量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解决了疑问 而且呢 破了一点点执着 OK 那这个老师对你还是有缘的 还算善知识 至于这个老师他怎么样 他一天吃几个馒头 吃几个蛋 他是不是吃这些 他个人生活怎么样 什么什么 你根本就不需要 你不理他 因为那些你管不了 第一管不了 第二呢 他自有因果 还有有的人 他追随一个老师 追随很长时间 那追随呢 有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你会长时间的追随 因为随时追随 你对他越来越了解 你会生不起信心 那这个老师可能是 坦诚痴漫越来越重 或者是什么 生不起信心 那就看你怎么修了 也可能放弃 也可能继续就是这样 那看弟子怎么想 是吧 你说偶然的话 那很多老师可以做善知识 长期追随就不一样 那第一是看这个老师的 死背心的色受力 第二看弟子的信心 看弟子有没有争取 这样去争取 面对这样一个老师 就这样 看你关注他什么了 其实这个蛮重要的 你只能关注 只能关注一个老师的 他很残的东西 你永远无法 除了一个老师的 个人生活 或者他的什么 他的爱好 或者什么 你别得到的 的话去关注这些 关注这些 你还得不到东西 而且就像张传国教 当年 张传国教那儿 很多所谓联法的大事 所有 包括 很多的宗师 就是说 在西藏都要是些神徒 随便 因为没办法 因为 无法降服 那些 没有文化那边 没有蚂蚁 就是说 他没有文明嘛 野蛮之地 很多东西 就很难想 没有神徒 你根本无法立足 他本地那种笨教啊 什么那些 就是说 就不允许你外来的派别立足 在这 你传到这里 神徒 马上就会赶出去 要神徒 就是斗法的 就根本不讲理 讲什么理 谁跟你讲那些斗法再说 西藏都是 张传国要当时 没有神变 根本没办法在藏地里做 难道你说 那些神变 中科八大 或者那些大司机的 那些人物都是假的吗 都是魔道 都是 你看吧 很多实修的人 就是比如说 两个人是实修的 实修到 就算差一点点 不会互相扁了 不会都知道 就算他这一刻做得不好 或者什么 他知道他修到每个程度了 他不自身 他既不评 他不评价 他又不评价 他真的现在 他只是说 不约吗 就等着 等等 在道上 绝对不会因为一点点行为 去评价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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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